北京时间8月13日早上 亦有三场在英国举行的重量级大战将火爆打响 作为当天的压轴主赛 前两度重量级拳王约舒亚将对阵芬兰巨人赫伦纽斯 而在当天的副主赛上 现IBF法定挑战者赫尔戈维奇将遭遇澳洲巨人麦克基恩 这场较量同样充满悬念 相信大家应该对赫尔戈维奇 不会感到陌生 因为这位克罗地亚巨人 在去年8月与我国名将张志雷打满12回合 最终以接近的比分争议获胜 成为了IBF的强制挑战者 具备向重量级三冠王乌希克强制挑战的资格 而在过去一年里 赫尔戈维奇一直没有比赛 一方面是由于他在和张志雷的交锋中被揍得不轻 赛后就被送到了医院 另一方面他为了保住现在的位置 不断寻找着合适的对手 最后 赫尔戈维奇选择了澳洲人麦克基恩 麦克基恩今年32岁 身高1米98 目前取得了22战全胜14场KO对手的职业战绩 虽然击倒率不算很抢眼 但综合能力应该尚可 麦克基恩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宣言 并痛斥赫尔戈维奇击败的对手除了张志雷 其他人都是乌合之众 而且赫尔戈维奇还是以争议的比分胜出 可谓甚至不武 麦克基恩还强调他不会在意外界开出的赔率 他觉得这场比赛至少也是5比5开 自己完全具备干掉赫尔戈维奇的实力 倘若这一幕真的发生 麦克基恩将成为乌希克新的法定挑战者 赫尔戈维奇今年30岁 曾获得2016年里约奥运会超重量级铜牌 目前职业战绩为15战全胜12场KO对手 至于赫尔戈维奇能否守住IBF强制挑战者的位置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